有给群体不一样的面吗 微信群 你看啊我这群有 最后一个群 哪个的最后一个群 就我们几个人啊 就每次有点啥事就建一个群 每次有点啥事建一个群 比如转剧本杀那个人不玩 我们六个就有一个群 你说每个活动有一个群 对 因为我们玩剧本杀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人还不是说一过性的 他是不同排列组合 但总总共还是对 就这么几个人 我就很少群 你想我们打 无人一个群 无人一个群 不同的车队 不同的群 而且我还喜欢征兆 就来一个陌生人 我跟他唠嗑 你就是喜欢社交 你跟人唠嗑 人家能听出来 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 我跟你讲 所有东北女的说话 都是我这样 我感觉 这么两个东北人 有一部分是 我这两天 排了一个铁领的大哥 但我跟他玩好一点了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还跟他开麦 全开麦一顿唠 你表面我还存了脸 对啊 就是那种 你这个图到底是从哪 从哪儿截的 是我之前的一个Vlog 没发过 这个 这个 你这个Vlog表情也太丰富了 我在这哭 你为啥要哭 因为他们要求我公开我的体重 我就娃娃哭了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表情 我近仨月最爱用的两个表情 一个是理解起这个 一个是蜜姐的苦笑 对对 真的 就是这种 蜜姐的苦笑 我很苦 就是我是 我是直接给他发的 你知道吗 就是他 今天你努力了吗 我只有发一苦笑 你知道吗 你都 你理解不了 就是我们在那个游戏里 就是 那个节目里 我跟蜜姐的一组 你知道最大的心理障碍是什么吗 你上街 天天能看见他 就是你每一次看见他 心里 哎呦 给我瞪一下 哎呦 就会脑子中回荡一句话 今天你努力了吗 就是 这么认真啊 我们甲哥也是 天天问我们 打吗打吗 来吗来吗 练吗练吗 你们一直在练 这就是电竞的精神 对啊 当时去那节目就想着 当时没想到这样 刘雨昕当时说 快乐游戏吗 是 快乐游戏 你知道吗 到那开始哭 我从录第一天就开始哭 我当时就很崩溃 我觉得我太菜了 我为什么这么菜 其实你菜不菜 我菜 那我为什么这么菜 我怎么就能菜到这种地步 主要是你菜还去 哎 你就不觉得跟朋友分享一个好的事 自己的好的事 有时候也嘴软吗 会 真的 就是哎 我这个我 就比如说我跟你说一好事 我贼想分享这事 我不是说显摆 但是我会换一个方式 觉得就是我先说这个事的难处 然后再慢慢的给你透露出来 我干了这件事 或者是说完了之后再往回说 哎 其实也特别难 就是这种 我就会分享段子 啊 就我我每次给主动给别人发微信 我一定要看到一串哈 我才有成就感 哎 那你们是会单独给一个人发 还是群 我会群发 我如果碰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我会每天每天发 完了和就是主题转发 然后发给一个 因为我懒得再讲一遍了 我也给你发 我就是都是转发 就是一下就发好多条 嗯 那你们会给一些朋友有备注吗 我这个备注 就是毛不易 马迪 对一般都这样 但我会加描述 有一些就是那种大局上认识的 毛不易 我想说什么马迪 双眼皮 178 这种描述吗 我18 哈哈哈 182 有一回有一回有个大局 然后就会互相加微信加一堆 然后有一些 我就我就实在是怕忘了 你知道 我就把每个人加完微信 我就 备注的越详细越好 比方说 昨天聊傻子开六个一那个 类似 有一个什么邵刚老师举 嗓门挺大的 就记得可戏了 你知道就是 你比如说每个人的这个 就是他可以设住备注和标签吗 这里有一颗照片你知道吗 哈哈哈 哇